赎罪的牦牛主人 阿卡家里的大牦牛 生下了一头全身雪白的小牦牛 阿卡非常喜欢这头牦牛 牦牛长大一些后 他每天都会带着这对牦牛母子 去野外啃食最新鲜的青草 妈妈,我要出去放牛了 好的,村子里的老伯说今天会有暴风雪 你可不要走太远哦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有暴风雪啊 老伯的话可都是很准的 你可不能不相信啊 好的,我知道了 我会小心注意的 白雪,这里的草不好吃是吧 我知道前面有一片嫩草地 不过有点远 我带你们去那里饱餐一顿吧 那片草地距离一座雪山不远 当阿卡带着牦牛母子来到草地不久后 天上便飘起了雪花 没有多久 狂风便卷起雪花到处肆虐起来 糟糕,真没想到 老伯的话竟然这么准 还真的有暴风雪 我们要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有危险的 哎呀,真的是雪越下越大了 我们赶紧回家了 若是被大雪困住就惨了 哦,好冷啊 哎,白雪小心啊 前面没有路了 啊 白雪,白雪 啊,你怎么也跳下去啊 真糟糕,怎么会这样 我要下去找他们 阿卡寻着声音 找到了牦牛母子 小牦牛握在一堆凹凸不平的岩石堆上 它的一只脚被卡在石缝里 挣脱不出来 而大牦牛则在它身边不停叫着 似乎是在安慰它一般 哎呀,怎么会卡得这么紧啊 啊 不好,要发生雪崩了 这样下去 大雪会把这里填平的 快,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啊 快走,再不走 我们也会死在这里的 快走,快走啊 哎呀 拉穿鼻孔 都不愿意扔下自己的孩子 看来想要带他离开这里 根本不可能啊 再不离开这里 可真就来不及了 哦,有棍子 太棒了,我有办法了 啊,不好了 雪崩 哎,动了 太好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当阿卡带着牦牛母子 刚离开山脚 滑落下来的大雪 便将山脚掩埋 今天,真是太危险了 真是太可恶了 竟然把两只下单的老母鸡 都给抓走了 我绝饶不了他的 爸爸,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那只可恶的白狐 又跑进我们村子里了 他把我们家的两只老母鸡 全部给咬死,叼走了 什么 全咬死了 哼 可恶的白狐 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这天夜里 天上没有月亮 周围漆黑一片 阿卡拿着猎枪躲在院内 仔细观察着院子里的情形 好啊 你这只白狐 还敢来偷鸡 今天我要让你有来无回 太棒了 打中了 我打中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刚才把它当成白狐了 哎呀 不好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 我失手 把白雪打死了 大牦牛现在 要跟我拼命呢 啊 怎么会这样 要赶快找人帮忙 来制服他 阿卡的父亲 叫来了邻居 一起 将这头狂暴的大牦牛 赶进了牛棚 然后用牛棚圈住了他的身体 但却圈不住他复仇的心 这样下去 要怎么办呢 万一哪天他冲出来的话 阿卡可就危险了 实在不行 我们就打死他算了 不行 不能打死他 这件事 是我不对 我误杀了白雪 已经犯错一次了 如果再杀了他 那不是一错再错吗 可是他已经发疯了 将一头狂牛 养在家里 实在太危险了 不 妈妈 他不是狂牛 是因为我开枪 打死了他的孩子 所以他才会这样的 是啊 牦牛很聪明的 他们除了不会说话 什么都懂的 我真不是故意 要伤害白雪的 这是意外 我心里 也非常难过 如果 我能和大猫牛 解释清楚的话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阿卡 你可别做傻事啊 可不能靠近 那头大猫牛 从那天起 阿卡开始 试图接近大猫牛 每天都去给他送草送水 可是大猫牛 一见到他走近 便愤怒地冲撞着栅栏 而且还赌气不吃 阿卡带来的水和草 直到半年后 他的态度 才逐渐缓和下来 但见到阿卡后 还是充满了仇恨 阿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怎么还生我气啊 牦牛是通人性的 他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了 这心里头的怨恨 怕是越积越重的 可是要将他放出来的话 阿卡会有危险的 只有你打开牛棚的门栏 才能打开他心里的牢门 阿卡 该怎么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哦 最后 阿卡终于将牛棚的门栏打开了 然后提起勇气走进去 大猫牛 我来了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恨我自己 我不该误杀白雪 更不该把你关在这里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阿卡竟然跑进了牛棚 是啊 正如老婆所说的那样 他打开了牛棚 也打开了大猫牛 心里的牢门 看来 这头大猫牛 已经完全原谅他了 人生最担心的 不是犯错 而是一错再错 人若能反省自己的过失 而加以忏悔 不再犯的话 那才是最真的美德 而加以忏悔